我永远记住的是只有香楼 凌落成你年做成 无论出现怎样的生命境遇 我都不会忘记只有香楼 我们再来看哪一种花是你的生命影响 预备题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 这句这是永兰花的 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者 但是我们世上大波数人 是草木有本心七七求美 就是叫七求美人者 就是英雄就盼着有一个用之力 自己做的兰花一定要美人者了 才能证明自己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香气的 那么兰花老师们草木本有心 我需要我需要美人来者 只要保住我的兰心就够了 这又是一种随在 预备题 常午餐 今天朝遥遥无可 时尚不容尽草心 唯有牡丹真活色 花开时也动尽尘 唯有牡丹真活色 花开时也动尽尘 你看这朵花 有一种舍我欺谁的打仗的替代 花开时也动尽尘 人生一世 浩然正经 活得奖亮 这是你的 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 是谁 是路边的小草吗 还是那个餐厅的大树 你是那个坚韧不拔的松树 还是那个快速生长的竹子 你是刺人的玫瑰 还是盛开的百合 我们再来看 一半一 朝处静子供静子供静子供 毕丁几乎六月中 风光不与此时供 绝天连夜无重地 明日荷华洁亚空 一日荷华别样多 这个也是我自己生命的境界 是我自己追寻的生命境界 要一个别样多 万千大千世间 要有你自己的风采 别样多 这个是世人所说的谈花 在世间的理解 是一种悲哀的象征 因为它只是在那一瞬间 炫烂 夸 有事情 但是 如果从生命的角度来说 我们不要去看盘花的短暂 它的真心之处就在于 它服从了自己的内在力量 在最恰当的时候 从内心一蹦而刷 给世间一抹经验 一点骄傲 一点散布 所以毕经万年 依旧美丽 它可能是 深夜的一杯热茶 俘国内侠的一双轻柔 面对困难的一次无畏 读上高楼的一次超脱 决定中的一次安慰 世所中的一味感动 谈花的存在交给了我们什么 交给了我们 无常与知己 对吗 我来到这里 我面前的女孩子 泛然一笑 就像这个谈花一样 这样的美 这样的动人 放在我的心里 我也许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是我记住了这样的 记住了这样的笑 谢谢你 你的举手之劳 你的一个泛然一笑 你的一个出手相助 都可以是人世间这座真会的 谈花 所以万物 都有它的存在 万物 都是我们的上师 大家一定 很多人都看过 一个电影叫 马语者 对吗 就是这个世界上 他们听得懂话 说话 然后这个地球上 还有鸟语者 今天包括李子卿 我们已经讲到的那个旺旺 旺旺 也可以用最高能的这种系统 把旺旺演绎成不同的语言 那叫狗语者 如果有一天 你能听得懂 万物的对话 整个世界 都是你的朋友 都是你的老师 你就能跟万物的存在相远接 那个时候 你发现你的存在 不再是这样小小的世界 你的世界无边无边 我的老师给我起个外号 叫阿凡达 因为我能跟很多事物 很多对话 这个一点都不难 将来有机会 我们交给大家 一旦你头万物的存在 有了真正的高度和对话 你就会发现 就是这个李子卿老师讲的 爱别人和爱自己 就是一回事 这件事是真的 我们再来看 世间 物体中最纯净的是针石 味觉中最纯净的就是沉香 沉香不是凭空 由这个沉香树 它凭空产生的 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它受到了创伤 或者能有变伤 或者是受伤肯咬 或者是人被的砍伐 它受了创伤以后 这个时候它恰好 又被一种特殊的雷生物感染 生病 形成了这种沉香 它形成了一种叫 逆境代谢 一种奇妙的生物化学反应 在这个沉香上 大家一定要记住沉香 现在沉香好会 无论是手串 还是脸的那个沉香 都好会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它会是怎么形成的 您坐下来吧 谢谢啊 这个沉香 为什么要想着 逆境代谢 我们一生中 有一样的问题 你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是挫折困难 在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是怨天尤人吗 还是趁此机会 来一次 逆境代谢 让自己来一个撑根跳 它正好是你可以变成体积 但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 你是否能够恰当的时候 遇到那个微生物 那个微生物是什么 想一想 是正法 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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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对 困难是让我们成长的 就好像我们人体生病一样 身体疼痛生病了 我们常人 俗人所做的事情 是要把这个疼痛去除掉 但是如果没有你成长 如果你没有成长 老天还会让你生长更大的命 让你来醒来 让你成长